2018年7月26日19点40分47秒来源,观察者网原标题,基辛格向特朗普提出联俄抗中,南城县时编译观察者网王会基辛格,是尼克松总统时期的国务卿, 70年代制定了联中抗苏政策,而有外媒声称,最近这位95岁高龄的外交专家,向特朗普提出了联俄抗中的建议框架,但在如今美俄关系的恶劣大环境下,即使基辛格真这么说,也难成现实。 据美国每日也受网,25日报道,五位知情人士表示,基辛格向特朗普提出的这一建议,旨在通过建立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来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 基辛格佐特朗普有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基辛格已对白宫高级顾问,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奈吉利喀什提出了这个想法。 报道引述白宫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内部,有人愿意接受这个提议,一些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国务院、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也在考虑拉近美俄关系来牵制中国。 目前,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均拒绝置评,基辛格的办公室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基辛格的一生见证了地缘政治关系的巨大变化。 他在美国高层政治圈中,具有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 报道称,从2016年大选以来,他与特朗普至少有三次会面,并发表了他的见解。 报道称,基辛格在谈到上周特朗普和普京在赫尔辛基的会晤时表示,这是一次必须进行的会议,我已经提倡好几年了。 特朗普和普京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中国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 特朗普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家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一直在抱怨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 他也出席了特朗普和基辛格之间的会晤。 一位熟悉该战略的国会消息人士说,班农经常关注阿拉伯世界和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文明威胁。 报道称,一些与班农观点类似的鹰派顾问们和基辛格不一样,他们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需要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而基辛格强调,这是用几十年来调整权力结构的一种方法。 中国和俄罗斯目前有着非常相似的想法,他们相互非常支持,我没有看到太多的裂痕。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俄罗斯和中国问题专家莱尔·格格斯坦·Leo Goldstein称, 俄罗斯和中国经常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寻求互补的议程并相互支持。 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阿比盖尔·格雷斯·艾德基尔·格雷斯说, 我认为中俄两国的合作水平,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是,特朗普改善对俄关系的努力,在国内遭遇重重阻力,在美国国内政治精英阶层, 迪士俄罗斯的认知僵化颇为普遍,反而是美国政坛普遍的政治正确。 而对于俄普会是否会对中国、国产生影响。 中国外交部曾明确指出,乐见美俄改善关系, 我们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充满了信心, 这个关系不会受到任何事情的影响。 音乐 音乐 音乐